要法我们给法 你们要钱我们给钱 行人死伤的人数还是逐年的增加 您提出的解决方案 真的让我们瞠目结舌 不管是车的违规 或者是行人的违规 坦白说要解救任何的人命 该做的做法都应该要做 所以第三个方案我提出要加强执法 而加强执法里面有科技执法 也有见景欲的部分 坦白说大家有这样的说法表示什么 表示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所以大家只看标题没看文字的内容 台中市是伤亡我们算是最严重的 这个中央编了且也有了政策 台中市政府这个进度实在是缓慢 部长我想你也知道 对于这个行人地狱 本席长期以来都一直非常关心 这个恶名何时可以移除 最近台中又发生了一个 东海大学的女同学走在斑马线上面 竟然被公车碾毙 我看了她的妈妈的一些发言 包括昨天的这个讲话 我其实非常的难过 而且这个刚好也是我东海大学的学妹 妈妈说希望她女儿的牺牲啊 能够是有意义的 那妈妈有大爱 说实在话我觉得很感动 但是我们站在立法委员监督的立场 本席还是必须要把我的一些看法 跟我们目前的一些作为 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检讨 你看看这个数据啊 本席在今年5月我就讲过 台中市是伤亡啊 相对于其他县市来讲 我们算是最严重的啦 特别在直辖市里面 是28人死亡人数 比较去年同期还增加了7人 这个我们交通部跟内政部啊 跟地方政府来合作要盘点啊 这个所谓优先改善的路口 但是你看看喔 这个中央编的钱也有了政策 希望来把这个行人地域解决啦 但是你看台中市政府喔 这个63处只改了4处啦 这个进度实在是缓慢 而且比起其他县市 你看我们这个落后那么多 当时的李部长跟交通部的同仁 告诉本席 说会督促台中市政府 请台中市政府提出检讨报告 检讨报告叫用路人普遍不守法 行人的问题啦 不是市政府改善这些问题 再来人口数持续成长 机动车辆持续增加 所以呢基本上我们这个市政府啊 是放牛班的市政府啦 但是我看啊光鼓励支持帮助 这个是不够的 台中市还是一样依然雇我 除了今年五月我讲的协助帮助之外 交通部是不是对于 不止台中市的 当然台中最严重啦 就其他相对改善慢 自知不理 对于用路行人安全的投入资源过少 关注度过少的这些县市政府 要不要采取一些比较 这个强硬一点的手段 台中市是一个大城市 所以我们需要改善太多 譬如说你这个学校的通学步道 那我们过去几年就超过 超过百索以上的这个 这个学校的通行步道 那孩子优先 那其他的人行步道也都不断在改善当中 可是因为台中市太大了 那比这个学校方来讲 就超过百 超过百数以上 但是我们会继续再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 111年12月 因为美国媒体CNN的报道 将台湾称作行人地狱 不过呢 一年多过去了 全国行人死伤人数 111年17157人 112年来到17660人 其中 其中让人家更遗憾痛心的是 12岁以下的这个儿童死伤人数 111年972年人 112年1242人 它不仅仅是增加 而且还双双创下五年来的新高 这个数字啊 部长虽然刚到任 可是要深刻的记在心中 我们再来看 交通部在今年113年运算 在道路交通安全的向下 你编论了6.05亿 112年也编了6.7亿 这两年编的都相较于 111年的3.08亿增加了3亿 111年底 行政院核定了校园周边计 道路行车安全改善计划 由内政部跟交通部 分别编列了41.5亿 跟3.5亿 那么之后又有 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 这个四年计划 部长应该知道吗 113年到116年 总经费来到了400亿 但更重要的是 以上换句话说就是 当我们要改善这些交通 尤其是在这个行人 这个事情上面 政府啊 你们是要法 我们给法 你们要钱 我们给钱 但是呢 行人死伤的人数 还是逐年的增加 不过 您一上任第一时间 您提出了解决方案 真的让我们瞠目结舌 你竟然说要改善 是要提高见景率 加强取缔 这个就是 你还没有解决一个问题 你又带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坦白说 大家有这样的说法 表示什么 表示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大家只看标题 没看文字的内容 如果有仔细看 那篇报导的内容 在当天的记者会 我的说法是 第一 我们要穷尽 所有工程的手段 第二 我们要针对道路安全的 教育宣导的部分 我们要积极去落实 第三 因为我们行人的 这个死亡的部分 有占了四成 不管是车的违规 或者是行人的违规 坦白说 要解救任何的人命 该做的做法都应该要做 所以第三个方案 我提出要加强执法 而加强执法里面 有科技执法 也有见景率的部分 我讲的其实是 完整的这样子 那第四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监理的方案 这个部分也是交通部 一直在努力的 但很可惜的是 当时的媒体 只有取一个标题 但内容都有写到 我原来觉得 这件事情不需要在 这件事情不需要在这里争辩 就是你前面部分 其实我也同意 我们全方面都要来做 是